來的人的那個對居民的認識不同 所以這個新手教學會非常的基礎 那首先大家連上網路了嗎? 請大家那個 連上網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請大家先到那個 找到這個A.S.Gaft 那 這中間很多BUG的問題 可能在投影片上沒有辦法完全的說明 但是大家先連到這邊 然後呢 整個流程大概簡單來說就是 你到這個上面以後 下面有個申請訪客帳號 申請訪客帳號呢 當你填了你的基本資料以後呢 你輸入的那一個 信箱會有一個認證信 你認證信按了認證以後呢 你再回來 把你填入的帳號密碼放進去 那它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這個網路 所以你就可以連到網路了 這個過程是簡化版 那中間會有很多的複雜的困難 譬如說 他問你有法驗證怎麼辦 這樣你就繼續 那看他會怎麼反應 那或者是他會問你說 如果是用Crown的話 他會問你一些別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因為我也不是工程師 所以如果要debug的話 可能要找 穿黃色背心的工作人員 總之大家新手有一個想像 就是說 即使連上網路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大家要好好的努力 那這個是Firefox的部分 Firefox會更複雜一點點 那 網路部分大概是這樣子 你連上網以後呢 或者是還沒連上網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投影片 新手大概有三個 有幾個部分是 大家來 討論之前 或是在討論中間 可以幫助你理解這個 討論的過程 的幾個 重要的 網站 那第一個是 就是鳥松網 在各位新手 我還是想做一下調查 你在報名以後 你有仔細的把報名表上 該有的連結 都點進來看 請舉手一下 好 這些非常優秀 所以我現在講的 你大家都看過 但是 還沒有看的 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簡報 那 我覺得大家最主要是 要看鳥松網 這一個網 這個網頁 鳥松網 就算你不記得這個網址 請記得鳥松網這三個字 那你如果現在已經連上網路的人 你可以Google一下鳥松網 它最主要是說明你來 這個大松 是做什麼 然後整個流程 然後你需要的精神 跟你的態度 那簡單說這個是一個 整個流程到時候 在前面介紹網以後 會有大家的提案 每個人提案三分鐘 那你來這邊是希望能夠 參與這個公共 或者是說公民科技的提案中 然後能夠跟大家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重點是 在這個三分鐘的參與中 你會尋找到 你想參與的坑 或者是你 邀請大家參與 想做的事情 讓事情發生 是這個 整個案 整個活動最重要的精神 那這個精神有幾個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它是一個開放的 它是一個 你主動去參與 積極參與的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的 坑基本上都是有 符合公民精神的 好 這是鳥松網 那從鳥松網開始 你可以連到另外一個叫做 Hack folder 這個Hack folder 是另外一個新手需要慢慢的適應的一個介面 所以你從鳥松網的本期共筆也可以到這個活動的Hack folder 那同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Hack folder的網址你可以從鳥松網開始 鳥松網上面呢或者你看到這個Hack folder的形式呢 左半部就是 就是大家看一下左半部其實是各種的分類 右半部呢 是這個分類呈現的內容 所以左半部你在點的時候 會有 這個左半部大家看一下 從上面到下面大概是有 你整個提案的中間 你會需要跟人家討論 然後守則跟提案的流程 都是告訴你怎麼樣進行這個整個提案的過程 那接下來會有一些教學 就是說 新手的話可能建議都點進去看看這些教學 最後是 你如果參與以後我們會做共筆 所以他會教你一些模板的操作的方式 跟一般的使用方式 好那 這邊大概就是瀏覽一下 有相關的訊息 有內容 然後如果你要提案的話在這邊 那我們講過等一下會有 每個人會有提案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來提案的話 請務必要在這邊提案增加你的共筆的面面 然後新手教學跟 你在提案做些 你要寫的東西 這邊有一些模板讓你可以使用 好 那請記得把模板加進來 那 這中間有幾個是功能性 在這個現場就需要填進去的資料 譬如說 提案的這個部分呢 你如果沒有填到這個提案 那個主持人到時候就不會叫道理人 就不會來提案 所以你要填這個提案的 你的相關資料 才會在今天提案上會邀請你上來提案 所以如果現在好像已經滿了 如果你沒有填的話 等一下就聽大家提案 那最後這個是個共筆的機制 這個共筆的機制 你從HackFolder可以連得到 那這個HackFolder連完是一個 這樣的頁面 所以如果你在HackFolder的首頁 基本上旁邊就是共筆的機制 那這個共筆的機制要特別講的是 它是一個需要登錄註冊的機制 這樣大家就知道是誰填的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 這個登錄的模式也是 你只要登錄以後就有個帳號 你認證以後你來填的時候 在填的時候 這個帳號就 你在填的時候 大家會知道是誰填的 像這樣 然後呢 這個是共筆的部分 這兩個部分 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是新手的話 真的需要花點時間 去看看就算網上面講了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HackFolder 上面有哪些功能 最後是個Slack Slack這個在某個程度上 如果你很不熟悉 這個工具的話 你也需要熟悉一下 簡單說這個工具就是我們現在 在私下討論或者是你後續要做各種討論的時候 各種的頻道 都在Slack上面 首先你要記住這個網址 你還沒有Slack的時候 你先到這個網址上 那這個網址呢 你如果申請填入你的email 你就會得到一個Slack的賬號 的申請的那個許可 那你許可以後 你可以用 你在登錄 你可以用線上的登錄 或是你在手機 或是你的電腦下載Slack的軟體 就跟Messenger一樣 或是Line一樣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賬號 那你可以加入我們這個討論群組 那它看起來會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 Slack上有很多的細節 大家可能可以在網路上在打算 專案Slack操作 那GNV也寫了很多Slack操作的細節 不在這邊診書 但是簡單說 你看這個Slack這個介面 上面那個Channel是各種專案的討論群組 下面那個Messages 是可能跟你討論的對象 所以這個介面是可以讓你找到 你現在正在找的坑 或是你自己的坑 在這邊設立一個討論群組上面的部分 那會有人跟你討論 繼續進行你的工作的一個平台 所以當你在活動的時候 或是結束這個活動 你想要參加更多的參與的時候 請上Slack平台 好這個部分呢 因為在你看的時候會有很多黑化 或者是你在討論的時候 會得到一些 會聽到一些你不了解的名詞 請上這個GNV黑化即語錄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共同的討論的方式 包括你剛才在HackFord看到一些不確定的名詞 什麼意思都可以在這邊看到 不記得這個網址就把GNV黑化這兩個字打到Google 裡面就可以找到這個網址 那舉例來說 你最常聽到的就是坑 那坑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常常會講開坑推坑挖坑 就是這邊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大家來做 所以如果你開坑就是你提出一個方向需要大家來做 那你推坑就是把人推進去這個坑一起做這個事情 那我們這個坑的精神就是 你主動挖的坑自己要跳進去把這個坑填滿 就是你要主動的去做這個事情 其他的竹反不及備載的概念 請到這個黑化的這個部分來看 這個部分我覺得新手會看一陣子 那我看的經驗是因為我是上班的時候看 我邊看邊笑 所以還是在這邊看完比較好 最後呢 是討論的態度 我自己是做行銷的人 所以我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邊很多語言 我都是聽不懂的 那我來的時候呢 我發現這邊討論的風氣非常的盛行 就是說 如果你願意討論的話 你準備好你討論的意見 那我覺得討論的坑主 其實他你不是工程師 或是你不是這個專業的人 他很願意跟你討論 因為這邊有專案同時會有網路工程的知識 也有一些是社會議題的知識 那可能設計跟行銷都是不同的專業 所以最主要還是說 當你在跟不同專業的人討論的時候 你要做好功課 並且知道你要怎麼去討論這個事情 你想要討論什麼 那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個一頁是我自己建議大家 因為我在來的時候 我來這邊半年 那我有很多時候其實是不了解狀況的 那我建議在討論前 大家可以記住這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記住這些人 那 黃色背心的是工作人員 或是坐前面 願意坐在桌子前面這些人呢 都是比較 都是比較資深的居民的參與者 所以記住你可以問這些人 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都可以問他們說 你哪些聽不懂 第二個是坑主 等一下每個報告的人 會拿一個坑主備章 所以有坑主備章的人 記住這些人 你可以跟他討論 他今天提出的專案 那工作人員做前面的人坑主 是你可能等一下最早討論 你在這個坑裡討論怎麼進行的 互動的人 那你在進行之前 同時你在等一下聽提案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對哪些坑有興趣 那這些坑你可能疑問是什麼 你想要跟他們討論什麼 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 每個人在討論這些坑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 因為等一下會有十幾個坑 那我是覺得討論的時候 像我是做行銷的 我大概十個有九個聽不懂 所以我會進去問 我遇到那個坑主 我都問他說其實我聽不懂 但是我的專長是行銷 然後我對什麼有興趣 我覺得這邊討論的感覺就是 如果當你很清楚 你要知道你要問什麼 或是你知道你不知道什麼的時候 會有人來解答 進而讓你去理解 知道你不知道什麼 對對對 知道不知道什麼很重要 就是說你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的時候 你跟那個坑主其實有時候找不到討論的重點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其實你可以想像 你可以回饋給他們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坑主在想像這個專案的時候 其實他會不知道一般人的想法 或是他需要更多的想法 所以當你真的不知道 或是你有些感想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分享給這些坑主 所以不要想像你是新人 就講的意見可能大家會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討論的過程 最後有一個神奇的話語就是說 當你說這個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就會進到這個坑裡面來 就會開始挖坑 所以當你討論清楚 然後你真的想要進到這個坑的時候 不妨就問問坑主說 這個坑有什麼需要幫忙 這個時候你就進到這個坑裡了 你就實現這個推坑挖坑的這個步驟 好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最後提醒大家 這次雖然會說食物到了自然就會運作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等一下食物在外面會源源不絕的進來 不過不能進到這個房間裡面 所以所有的飲食都要在這個房間的外面 那希望祝大家推坑愉快 謝謝